男性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特征? 妻子的枕头非常干净,但自己枕了每两天的枕头却泛黄,以至于泛着油光。 除了枕头外,所用的毛巾和床单也是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此现象,该如何改善呢? 为什么男性的枕头一变黄? 1.皮质分泌多 雄激素在男性体内占主导地位 雄激素分泌太旺盛,皮质就会源源不断地分泌 尤其是头面部、胸部和背部等 皮质中含有太多角沙溪,这是造成枕头发黄的主要因素。 除了皮质分泌速度较快外,男性头发短,皮质容易接触到枕头。 2.出汗量多 研究表明,运动强度、运动量同样的前提下,男性出汗量超过女性的两倍多。 由于油脂分泌旺盛,再加上一出汗, 所以枕头、衬衫、毛巾和背单等亦变成黄色。 皮质腺分泌旺盛跟哪些因素有关? 1.年龄 青春期之前皮质腺分泌能力差 青春期之后,尤其是16岁到35,岁时皮质腺分泌最为旺盛 但35岁后,随着年龄增长,皮质腺分泌能力慢慢下降 2.环境 皮肤长期暴露在外,亦受到风吹日晒、化妆品或护肤品等影响 从而造成皮质腺活跃,分泌大量皮质腺 3.内分泌 内分泌发生紊乱可刺激熊激素分泌 使得皮质腺分泌量增多 主要特征是熊激素原性脱发 4.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可刺激皮质腺分泌 常见的有动脉硬化、电咸和帕金森病等 男性应该如何去油 1.做好清洁 早晨和晚上分别洗脸一次 一个星期去一次矫质 一星期敷两次面膜 选择质地温和的洗面奶 头部出油多 保证一天洗头一次 洗发水选择温和弱酸性的 洗头水温和水压不能太高 不然会刺激毛囊 加重出油 2.调整好内分泌 生活节奏过快 常常熬夜或睡眠不足 不良的情绪和压力太大等 均会扰乱内分泌 使得皮质腺分泌旺盛 因此需做到松弛有度 保持适度运动 每天有充足的睡眠 温馨提示 男性皮质腺分泌太旺盛 除了脸部和头发一出油外 也会导致毛囊开口异常狡化 大量头皮屑堆积 甚至破坏皮肤屏障 从而造成琢瘡和脱发等 日常应注意饮食 远离辛辣和油腻食物 适当地补充维生素V族 多吃鸡蛋 菠菜 甘蓝以及西兰花等 来维持皮质腺分泌稳定 同时需做好皮肤清洁和保湿 维持皮肤清爽 选择轻薄型的保湿剂 再来维持皮肤的保湿剂